陳建兵被鬥倒折磨 標馬三字經 我們可以把一個老兵詮釋得這麼好 其實您才44歲而已耶 對不對 大哥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演技 還不愧是皇上 一出手編織有沒有 就是海駕 只有鳥 都自打都推得過去 後宮《昇幻傳》中的皇上陳建兵 在電影《軍中樂園》脫掉黃袍 只穿紅色短褲 飾演魔鬼士官長 他確實 吃了很多苦 是他這大概20年從你生涯當中 最辛苦的一部戲 然後有一天呢 我們就是在天剛亮的時候 要因為太陽的方位 要拍一個黃昏戲 老先生就不肯脫了 他說得脫嗎 我說得脫 導演 我不是不能脫 我病了 對您也沒好處啊 我說拍一條 拍一條 我就走了 就在裡面 啊 把衣服脫掉 哎呦 皇上入境隨俗 不要三自禁耶 不過豆島該給你的滾床福利 也沒少啊 我覺得挺好 欸 皇上敢想就這樣喔 其實小天和眼睛女的萬倩 尺度才是真的超大的 他表現出來的樣子 真的非常專業 然後讓我無後顧之憂的 吻上他的胸 欸 你們兩個還在聊 好熱絡喔 你不怕人生氣嗎 你怎麼可以這麼大方 他今天也宣傳 所以小天你願意買一個 Tiffany送給倩倩嗎 你願意嗎 所以我們怎麼會聊到 欸 那來聊點嚴肅的 豆島去年讓中國級攝影師 上軍艦拍攝惹爭議 如今傳出國軍抵制去看該片 我再次道歉 真的很對不起 然後面對法律 我們絕對不會逃避 所有 所有該受到的懲處 我不會抗拒 你即使去 去坐牢服刑 真的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開心一點 好好的 開心一點 大家都很關心小天的婚事 有沒有結婚也有兩個版本 要不要講一下婚姓的一版本 因為這樣子會不會到最後就是 明天又只有這個新聞 蘋果有人來 不然您答別題好了 您覺得Hello Kitty是貓還是人 八道